文靖,你講了什麼問題,是要解決嗎? 其實因為我們剛105年1月才成立我們的協會 那時候我因為不清楚的作業流程 那我以為免稅,被營利組織免稅就不用再 就是向國稅局報稅,然後也不用說 只是做備查這樣子 那所以當時候他跟我說他要作為內障 內障的管理的時候,我想說那沒有問題 因為他說他其他的支出要 其他的廠商都會跟他說收5%的營業稅 就是稅額,那他是說這些稅額可以節省下來這樣子 那我想我也沒有使用到這些發票 而且我的確有消費那麼多的金額 那我想說給他用沒有關係這樣子 因為他只是要做內障的核銷而已這樣子 而且我每個月提供給他們,他們審核後才撥款給我 然後這樣已經持續一年了 我覺得在指控我詐欺,我實在是覺得 不知道怎麼說這樣子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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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